妈,我现在已经无家可归了,原本我是没打算离婚的,可没想到最终还是以离婚收场,我现在只能回娘家住了,你帮我整理一间房间,顺便让弟弟开车过来帮我搬下行李 女儿,你不是和我开玩笑吧,怎么突然就离婚了,你弟弟不是告诉我,你只是想吓唬吓唬你老公的吗 妈,这种事情我有必要和你开玩笑吗,就是因为帮弟弟要房子,我才离得婚,房子现在不都已经过户给弟弟了吗 还有我离婚分的五十万现金,不也被弟弟拿去买了新车,难道弟弟没告诉你吗 其实我很不想离婚,可因为帮弟弟要房子的事情,我老公已经对我忍无可忍了 他说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伏地魔,还说我们一家子全都不要脸,就是一群寄生虫 这次就算付出一套房子和五十万现金的代价,也必须要彻底和我们断绝关系 真是太过分了,他怎么能这么说我们,女儿,你也别难过了,像这种小家子气,一点格局都没有的男人,离了就离了 对了,你们离婚,除了分了一套房子和五十万现金外,就没有分到其他东西吗 你现在手上还有多少钱,正好最近手头有点紧,你弟弟办婚礼还需要一点钱,你先拿出来给我们用下 没错,财神爷来了,留下一句财神到家,今年我们一起发发发 没有了,我就分了套房子和五十万现金,不是已经全给弟弟了,我现在全身上下就只有几百块钱,这个月因为离婚的事情,把工作都给干务了,前几天已经被老板辞退了,现在我就是个无业游民 我最近心情特别乱,近期也没打算再找工作,我想回娘家好好放松下,这段时间只能靠你们养活我了 人要走运的时候,钱会跟着你跑,当你刷到这里的时候,能留下一句顺风顺水,你将一顺百顺 女儿,你怎么就这么傻,你可别被你老公给骗了,怎么就分了这么点财产,你可要好好算算账,你老公几年前一个月都能赚八万多,现在都过去了这么多年,存款怎么也有几百万了,你怎么就分了五十万现金 而且你这几年一个月也能赚一万多,几年下来也有不少了吧,这一切肯定都是你老公策划好的,真是太可恶了,你赶紧回去找他再要点钱,不能就这么算了 妈,我的工资不是全都补贴给你们了,哪里还有钱存下来,至于我前夫,这几年他确实赚了不少,可家里的开销也大,去年才把两套房子的二百多万贷款还完,他和我也算了一笔账 这几年他总共赚了差不多五百多万,贷款还了二百多万,这几年没少补贴你们,零零碎碎的也有一百多万,加上家里的生活开销,也没剩下多少了 现在能分我一套房子和五十万现金,还是看在我们夫妻多年的份上,否则真要让法院来判,我估计还分不到这么多 你要让我怎么说你才好,既然离婚了,你就应该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,怎么还在为他说话 行了行了,妈,你就别再说了,他有多少财产,我心里清楚得很,能分到这么多,我可一点没吃亏,现在挥也离了,字也签了 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,你现在赶紧先让弟弟开车过来接我,我行李可不少,今天要是不搬走,我前夫就要把我的行李都给丢出去 女儿,你先别急着让你弟弟过来接你,我觉得你还是先去租套房子,等房子租好了,我再让你弟弟过去帮你搬行李 妈,我租房子干嘛,我直接住弟弟那边不就好了,再说了,我身上就几百块钱,根本不够租房子 女儿,你也知道我们才把老家的房子给卖了,拿去给你弟弟结婚用,现在我和你爸都住在你弟弟那边,下个月你弟弟就要结婚了 你那位过门的弟媳也提前搬进去住了,这段时间我们老两口住那边,你那弟媳已经对我们各种不满了 经常给我们甩脸色,还成天和你弟弟闹别扭,你要是再搬进去住,到时候肯定要闹得不可开交,家里可不得翻天了 你这个当姐姐的,可要多为你弟弟考虑考虑 你们是不是太过分了,那套房子可是我送给弟弟的,现在我无家可归了,难道我连住一段时间的权利都没有吗 既然那房子你已经过户给你弟弟,房子就和你没什么关系了,女儿,你就别来添乱了,家里房间也有限,实在是住不开 实话和你说吧,这就是你弟弟的意思,他特意交代我,不要让你住过去的,你就别让我为难了 你们是不是太无耻了,真是讽刺,我处处为娘家着想,生怕你们日子过得不好,我把我全部的工资都补贴给你们 还因为你们才离得婚,就连离婚分的财产也全给了你们,结果却落得无家可归的下场 当初我前夫就告诉我,你们就是一群养不熟的白眼狼,无底洞,永远未不保,为了钱不折手段,不会管我的死活 当时我还不信,还觉得他这是挑拨离剑,没想到最了解你们的居然会是他 女儿,你也别生气,妈都替你想好了,你现在先去找你以前的同事借点钱,先去把房子租好,然后就出去找份工作 等你一切稳定下来,到时候我再给你安排几个相亲对象,彩礼我们就少要点,就收个二十八万就行 这钱到手后,也能给你弟弟减轻点负担,这样你那弟媳就不会对我们有太大意见了 你也能有个新的家庭,不是两全其美吗 亏你想得出来,你这是把我当成货物了吗 妈,你怎么可以如此偏心,我都这样了,你还处处想着我那白眼狼弟弟,你把我当什么了 我都怀疑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,我算是认清你们的嘴脸了 从今天开始,我不再是你女儿,我们从此断绝关系,以后你也别再来找我